再看到近年來詐騙猖獗 手法更是變變變 而在便利商店 因為據點密集 更容易成為詐騙事件媒介 內政部統計 像是代碼繳費 幽靈包裹 以及點數詐騙 是民眾在便利商店 最常遇到的三大詐騙手法 而現在超商就推出了 安心取貨升級服務 來防範詐騙包裹 網購商機大 不少民眾購物後 都會選擇到超商取貨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2022年詐騙案件 近三萬件 採損金額逼近七十億元 今年一到五月 也已經有一萬三千多件 行政署表示 暑假期間是詐騙的高峰期 詐騙案件與平日相比 約高出兩成 而且從資料顯示 便利商店因為據點密集 更容易成為詐騙事件的媒介 其中幽靈包裹代碼繳費 點數詐騙 則為民眾在便利商店 最常遇見的三大詐騙手法 另外也要注意取貨時 若看到配送單上的寄件人 著名非賣家代計等字眼 就有頗大的機率 是來自境外的包裹 現在警政署就攜手便利商店 針對常見詐騙的情況 進行相對應的觀念宣導 店員在零貴座取貨服務時 也會熱心市警再次詢問 來協助阻詐 萬一民眾還是領到幽靈包裹 而且已經拆封 還是可透過爭議包裹 退貨申請平台 只要兩個步驟 就可完成退貨 事實上除了全家 7-11也有安心取貨申訴平台 可有取貨付款後的小白單QR Code 進入系統24小時皆可申訴 並依指示填寫原因後送出案件 一旦確認為詐騙包裹 廠商將會儘速全額退款 另外萊爾富杰OK超商 則是可撥打網購客服 專線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記者會張國良台報導